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馆长 今天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头部主播的暴力问题 实际上这个事啊 我们一看呢 现在头部主播一说起来 收入呢多少多少亿的算啊 一个主播后头一个团队 带来了多少亿的收入 什么等等等等 实际上这个头部主播的高收益啊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头部主播的高收益 不代表主播行业的高收益啊 如果大家要注意 这个主播行业里头呢 卷得很厉害 你像我这儿也算一个主播 对吧 但是主播咱一般来说不带货 而且呢我们说一些 分享一些这个时事 对吧 这叫做什么来着 穷的独善极深 达的兼济天下 就是咱们现在也不缺钱了 咱们都分享分享 希望的话呢 天下的小朋友能学点知识 知道知道点这个世界 为什么 然后呢 能更坚定我们民族的自信 这个我们不太在意钱 但是我们在身边 我就知道 好多这些小主播 你要这样说 想带个货的话 辛苦着呢 然后呢 很难挣钱 对吧 挣钱挣得也很有限 其中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 也跟他水平有限 也有关系啊 他要写稿会比我们累得多 但是的话呢 头部主播赚的 飘满泡满 赚的非常多 而且这个头部主播赚了这么多钱以后 他带来的一个客观效应是什么 就是各种的小店大量的死了 对吧 因为他的头部主播 您说了 头部主播有很好的一家利 然后呢 价格非常便宜 但是你作为一个小店来讲 他有各种各样的成本 他有各种各样的开店成本 他不可能太便宜 就是说线下比较贵 然后呢 比较贵以后 线下的这些人呢 都死了 你要知道 很多这个产品的本身呢 原来的话 他算了一个很高的销售成本 他这些销售成本呢 是多少销售从业者分的 现在你变成一个头部主播嘛 头部主播把这些人的权占了 然后中间呢 还有好多就是说 小主播卷在那儿 对吧 卷在那儿呢 实际上并不赚钱 只是说那你头部在赚钱 而这个头部在赚钱的时候啊 像这个事儿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什么呢 反垄断 是这三次 其实现在啊 在这个主播行业 头部主播里头 它垄断的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某些细分的行业 比如说这个某几种产品 它就那几个主播 它那个没几个主播的 而且这个里头 曾经有个话嘛 说你没买过谁的 威亚的又没买过谁的 又没买过谁的 好像找不出一个来 但实际上呢 我倒好像也都也没买过 但是很多人呢 你要如果是习惯了在这这购物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那几个赚 对吧 而且呢 平台也就主要给你推那几个 你也就是那几个 这几个呢 它变成了一个什么 网络的垄断现象 而且这个网络的垄断呢 我们应该这么讲 平台纵容的 平台在中间收好多钱呢 你这个流量呢 你要知道 我们最近有一些挺火的事 那平台有的是办法限你流 所以你的主播有这么多流量 那给平台要上贡的 那个你得买流量的 买一个各种各样的 那个流量包 对吧 买了流量包以后呢 加加油什么等等等等 你当然主播好坏 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到后来啊 它已经不是水平了 它是这种流量 这种信息减防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头 基本上你去刷的时候 根据你的喜好算法 根据你的喜好去推荐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是它这几个人 它会知道怎么样子呢 去成功的定位 给自己的主播贴上一些标签 然后把一些它的目标客户 弄到它的信息减防里头来 它的主播的团队也很厉害 对吧 团队对于这些信息敏感词 对于这个信息的那个流量敏感词 都做了仔细的研究 不像说咱们说是尽兴的说 所以就是为什么讲啊 前面那新东方那主播里头 那个小编他不服气啊 那个小编给他优化敏感词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活啊 小编写一个文案 文案里头呢 把那个会先流的敏感词都去掉 把那容易被检索到的敏感词都加上 这事不是你外头人看的 这个语句通顺不通顺 文采好不好 知道吧 它是这个敏感词 加载的和规避的好不好 那里头是个技术活 而且这个敏感词怎么设定 怎么弄 里头又有好多利益输送 跟平台有什么什么 所以对这个头部主播带来的影响 我们其实也看呢 有些国家已经在反思其中的问题 包括你像印尼啊 一些地方 它开始禁止这些直播带货 但是中国呢 现在直播平台很厉害 都是直播带货 对吧 但是直播带货以后 它带来的对于整个的基层商业生态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研究的 这种生态上该怎么办 所以对这个生态该怎么办呢 你要问我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对于有些头部主播啊 应该反垄断了 又包括你像这个头部主播 对于这个厂商的暴力 对吧 不光是反垄断的问题 还有反暴力的问题 它的这个至今差 这个售价里头 二八开 厂商只拿20% 头部主播拿80%呢 拿了巨额的这些利益 对吧 而且呢 你这个厂商的话呢 你价格那么低的时候 它变成了单方面补价的时候 它又有好大的影响 对吧 需要这个对于这直播带货 带货怎么着呢 其实想控制这些带货主播的粉丝量 其实平台有的是办法 如果你注意一下 做财经的粉丝量都很少 对吧 你超过一百万的非常少啊 那个为什么做财经的很少啊 那就是你粉丝量 你带货它害怕呀 你那个一个头部的 你要敢说一次话的话 那直接的话呢 你说一只股票 马上那个股票就涨停 它里头这个利益收索很厉害的 带货要是敢让你做 那比那个 其他的那个小食品 化妆品什么的 厉害的多了 所以呢 你看带货平台要控制 虽然这些呢 头部主播啊 看似挺好的 造出了一些造富效应 它现在也很富 实际上背后呢 平台的历史造就 因为平台它需要一些 造出这些主播来 平台之间还有竞争啊 就是等于直播带货 和传统电商之间有竞争 但是直播带货 它为什么能啊 它就是控制着 你的社交媒体 就是因为它控制着社交媒体 它实际上是什么 它已经在平台上 可以给你营造信息减房了 同时又控制着社交媒体 但实际上背后这些事 所有这些事都是两个字 就是个垄断 没有垄断 没有这个暴力 而网络的话呢 有时候确实是天然垄断 人家好像说 好像你做了很大贡献 天然那什么什么的 但是这个垄断一旦形成以后啊 对这个影响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些时候啊 对于这个头部主播怎么样 带货如何 里头呢 你包括市场支配地位嘛 就是啊 比方说某个头部主播强制的话呢 他要全网最低价 否则怎么怎么着 你像这样的条款啊 别看头部主播好像挺小 但是他在细分市场 他很大 所以我就觉得 国家的一些反垄断机构 是否该介入一下 对吧 他实际上在这种垄断机构的暴力 应该是怎么样介入一下 这样这个行业呢 对于某些行业呢 还要给一些什么 传统的一些行业生态 有一些保护 否则的话 你这些传统的生态的崩塌 对于这个社会呢 他影响了巨大的就业 你看一个头部主播才几个人呢 他加上的团队也没几个人 但是呢 对于他这个 他赚了这个暴力的时候 他不光是个暴力的问题 他是影响了多少人的就业 他的社会问题可能影响非常大 虽然说我呢 不太支持像印尼那样 那么严格的说是全面禁止 但是我觉得是什么 在中国的话呢 起码要限制 限制变成什么 你这个作为直播带货 头部主播 比方说 有些什么时候 要限制一些上限 包括呢 你给这个网络 给什么干啥的 该交的钱呢 采取一些另外的做法 对吧 那个税收 采取一些特殊的做法 等等 其实还是啊 有很多 可以啊 思考的事情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